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娛樂圈裡面 無論是明星和歌星 特別是偶像級的 都有所謂人切 什麼叫人切呢 簡單地說就是 他是一個什麼人 你要跟他設計 他的性格是什麼 角色是什麼 例如你是靚靚 靚靚仔仔 設計你做學生情人 於是就吸引很多學生妹 封你做偶像 又或者封你做百變天后 梅艷芳 都是人切 人為設定出來的一個性格 然後用來推銷 相對比較容易推銷 可以衍生很多不同的風格形象 但是主軸是一樣 娛樂圈是這樣 其實正圈也是一樣 都需要有人切 當你一個人出來 根本人都不知道你是誰 又或者 覺得你和 一般的人格格不淫 你又要做香港的市長 做香港的特首 究竟你和香港人有什麼關係呢 你有什麼和香港人的共同經歷 有沒有什麼共同語言 都需要人切 現在李家超就是唯一的參選人 唯一的候選人 一定是當選為特首 他的形象就是武官 很嚴肅 很多人在網上說他的八字眉等等 他和香港人其實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誰 於是 他需要 拉近和香港人的距離 除了 所謂落區 看到那個叫做 江榮潔業的就說生意好啊 那種之外呢 又說想 那個劏房去探訪 然後那個劏房的人就說 他沒有來過 實際有來過的 我相信 不過他不敢認 但是 跟香港人的距離 是很遠的 那香港人 是什麼呢 香港人就是 覺得如果你是 鄰家的大叔 又或者是以前跟他經歷很近似的話 你就會跟他比較貼近一些 於是看來現在就千方百計 想做這件事 昨天就 這個建制的報紙 這個建制大報 星島 這些左報不能做的 很難做的 星島 做了一個非常之長篇的報道 就是 李家超的學生時代是一個怎樣的人 訪問了很多他中學時期的同學 亦 第一次曝光說李家超當年怎樣去長髮 他說什麼叫長頭髮 都是我們讀書那個年代那種裝束而已 有多長 蓋著耳 以前小弟都是 軟頭髮現在沒有了頭髮 幾乎是吧 軟頭髮的 不是他自己軟的 蓋著對耳 去到這個肩膀的位置 學校 學校 我們是屢勸不改的 叫你怎樣怎樣 我們不是很幸運 星島訪問說有分享他求學時期的鮮為人知的一面 他說他什麼呢 第一他是九龍華人書院畢業的傳統名校 訪問他一個同學 就是前水務處處長林天昇 他說中四和中七就是我們中四的時候就選民科理科 讀到中七 就考 講大 大家一起讀理科 說兩個人 同班了 四年 兩個人的淵源的地方大家住很近的 不過 在路上會見到 熟落 他說當時由土瓜環經河文田走去游麻地 45分鐘 兩人談天說地 感受到什麼 李家超和其他同學是不同的 不同的 大家想起什麼呢 大家想起皇帝出生的時候 那些新的景象 他思想前衛反應快捷 他想得比我們更遠 而且 很有求之欲 林天昇說李家超當時變成出色的社交能力 主動和班上較為安靜的同學 答話 建立友誼 談吐幽默有趣 令人舒服 你和他現在的形象完全價格不一樣 原來他是個這樣的人 他想拉近一點 另一個也是他的同學 一位資深投資顧問 叫黎永良 你現在為人樂觀 正氣 無法不忍受 無法忍受 無法忍受不公義的事 他或是過去 和他去校內的神父 喜歡和學生去游招望 和基層小朋友交流 關心社會不同 族群有關 不公義的事 他自有 很關心社會 對於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遭遇 不公義的事 他是很難無法忍受的 翻查九華的舊生會出版 80周年校有訪問 李家超就披露了 更多學生時代的故事 畢業多年之後 記得很清楚 一個很喜歡踩電單車的 法學校的神父 經常都帶他去三三五角的地方 認清社會黑暗的一面和 更加益術 做了警察之後 一宗慈蟹行劫案 上前追捕 持槍劫匪的時候 還有拯救現場商者 他選擇了拯救現場商者 因為生命可貴 劫匪日可以 日後再拘捕都可以 這是他的專訪 80周年 九華 創校的校友專訪 跟著 這個不說 我們覺得 很棒 這個講到他 他很懂 或者很喜歡打麻將 頭腦很聰明 精通麻將和中國漲棋 要他讓我才贏 一兩次 律師 同學說 有舊生特別提到 當年李家超 白白正正 既會讀書 易會運動 動靜佳儀 是校內的風頭等來的印象最深 是當時 曾經 劉及堅的長髮 舊生就說 李家超當時 會參加這個流行派對 我們這個年代 每個人都會 是我們這麼愚蠢 不參加 有lady killer之稱 他叫做少女殺手 但是 和他兜兜底 這個舊生說 對待感情是專一的 和太太連兒 沒有認識後交往 中學畢業之後幾年就結婚 屬於早分一族 那些人就說 他做這個政務司長的時候 一度在網上質疑他的學歷 他 讀完中學 就做警察 沒有讀過大學 那些校友就這樣說 李家超讀書的時候成績很好 讀理科的 在大學放榜的時候就要信心滿滿 告訴同學 入讀港大機械工程學系 但是放榜前突然間投考警察 同學都感到惡言惡 遞他可惜 據傳只有幾位 和李家超相熟的死隊員 才知道他 棄警 即是 棄學投警的真正原因 他說他是學校的尖子 就說 讀書很厲害的 所以有人質疑他的成績 他說他在全班 我們當年全班會考 考取 150個A 成績很好 讀書很厲害 如果有人質疑他成績 就叫做有眼不識泰山 傳媒說你現在知道成績中上 覺得他優異 林天昇這位 水務處長 跟他做過四年同學 他說 他在全班排 三分一至四分一 成績得出價 和同學分享這個秘訣 讀書秘訣 例如中六的時候 一度不大擅長應用數學 Apply Mass 和李家超談判後 李家超就跟他推薦一本天書 幫助他克服 學業上的艱難 是很難的 Apply Mass OK 不過說了那麼久 是沒有說到他為什麼 突然之間成績那麼好 都不讀 大學 是不是 好了 跟著 這個同學說 李家超報名參選行政長官 不意外 九華規定中市是必收縮 課堂講近代史 當時李家超已經是愛國愛港 希望幫助香港和祖國的人 對於前景有所抱負 慶幸他現在有望著一步為香港 和國家 作出貢獻 不說得那麼長 這篇文章很精彩 大家上網去看看 星島日報的 你打個Google search就可以了 那個題目叫做 李家超思想前衛開放 同窗讚評 意近人 重情義 不忘抱負 K服務港人 只是這個標題 含金量很高 很值錢 即是 至少便納至 服務港人 愛國愛港 不只是那麼嚴肅 長髮及肩 白白正正 少女殺手 不過用情尊一 和太太認識 一路都是和這個拍拖 中學畢業後就很快就結婚了 因為唯有家庭 不過沒有說是甚麼原因 所以李家超不是我們理解得到那麼嚴肅 那麼死板 那麼古板 思想思維前衛反應送出 最重要是甚麼 最重要是 很早就有服務香港 和祖國的抱負 中學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所以 他做特首真是心慶得人 中央真是沒有看錯人 選他做特首 現在唯一的候選日 都是走過場 大家知道 那個選舉 我覺得沒有壞 我一開始說 無論做藝員 政治人物都要人切 我是 不公義的抱打不平的 我是為街坊服務的 我是專門叫人山窗 阿婆收山和通屎渠 都是人切的一部分 大家要覺得 這篇訪問為李家超 做了一個 白白正正 青靚白正 長髮及堅的少女殺手 自小變 立志服務國家和香港 你覺得這個人切 你受不受呢 要受不受呢 最重要是 一般市民 我覺得這樣的 第一就是浪費 為甚麼浪費 當然 一個人 成長很複雜 你 過往的經歷說出來 你突出甚麼 是吧 焦點擺在哪裏 這是人切的一部分 人很複雜 很多東西 你可以突出他做警察的時候 隨暴安良 又可以的 為甚麼要突出這件事 做這個訪問呢 我為甚麼說浪費鬼氣呢 你說香港人 是不是很在乎 他以前是怎樣青靚白正 少女殺手 他以前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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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時代的距離現在 已經50年60年50幾年 他以前是怎樣的 跟他現在的 政策 關聯性在哪裏 不如你林鄭以前 也是 做AO 一路上來 在大學的時候 搞個社會運動 艦戶事件 什麼金禧 那又怎樣 不是等於他 到今天 多少人變了 你猜那個性格的脈絡就會傳出 就這樣 你覺得林鄭很同情弱勢的人嗎 當然 你覺得他為公義 抱大不平嗎 我不覺得 當他做官之後 我訪問過不止一次 我不覺得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 酷利官僚到不得了 政策就是這樣 他做社會福利主義的時候 大削中門 他怎會為 這個基層著想 李家超當年 不說這些話 沒有社會運動的底 當年是 飛仔 跟他今天 政策 一些大纜都請不來 是不是 唯一這件事 我覺得在整個訪問裏面 提到當年 九龍華人的名校 神父很有性格 跟香港很貼地 帶他們去 去看基層的三三五惡 令到他有公義之心 難以容忍不公義的事情 這個 這個才是關鍵 公義不公義 定義是甚麼呢 他突出這件事 是甚麼意思呢 在他心目中甚麼叫公義呢 跟香港人的公義的理解又是怎樣呢 他想做這個人設 這個設定 會不會有 有機會會 懂得其反 如果說公義是甚麼 公義就可能覺得 守法 甚麼法律 定下來你就要守 那就叫做公義 無論你這個法律 是如何制定的 對社會有甚麼影響 對很多普世價值 是怎樣衝擊的 總之有法律就要守 那就叫做公義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浪費 幾十年前你做過甚麼 怎樣的樣子 是怎樣青頂八正法 跟香港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浪費精力去做這些 公關 做來做甚麼 不如說清楚給香港人聽 你的政策是怎樣的 可能反而大家心中有數 最後決定怎樣做 這個我就覺得 挺好笑的 今天我看到 因為這個 所謂的選舉悶到抽筋 升到 出了之後 Now又轉載 經濟日報又轉載 信報又轉載 香港01又轉載 很詳盡的 一些內容的報導 鋪天他們都是說 李家超以前的樣子是怎樣 我覺得 很搞笑 我當花碎那樣看 暫時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非常支持我心靜有化頻道 多謝 你收看 拜拜